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真剑 今天接着给大家介绍超好看的悬疑剧 火星生活十一十二集 上一集说到嫌犯被警局内鬼堵死在审讯室 并将一切栽赃嫁获给三组的龙姬和小白 这种事情传出去无疑会毁掉警局的声誉 科长向三组施压 台柱主动请英写案件记录 他认理不认人的性格在警局有目共睹 所以科长也很放心地将这个任务交给了他 但这无疑是个苦差事 写不好的话很有可能会毁掉龙姬和小白的警察生涯 就在台柱纠结的时候 一通来自十二警署的电话带来了警局 说他的问题在于内部 只要解决了这个问题 他就可以回家了 台柱非常枉然 他想知道这个神秘人是谁 必然那应去查电话号码 不过神秘人说的 在内部确实提醒了他 他从录音里注意到了一些细节 凶手内鬼知道他们一切的行动 而且对死者很熟悉 说不定这一开始就是他给三组警员布下的一个局 台柱提交的案件记录上 龙姬放了个长假 本就看台柱不爽的龙姬现在更讨厌他了 直接就对他大打出手 但案子还是要继续 不光是为了洗清台柱霸的清白 也有利于龙姬复职 台柱想起内鬼在火车站打死了父亲 他怎么会知道父亲在火车站呢 说明他就是出警警员之一 台柱立刻和那应整理出了 那天所有出警的人员命单 龙姬因为无限期被放长假 来警局大闹了一桶 还偷走了非常关键的录音带 大声喊着嫌犯不是自己害死的 这卷录音带里就有证据 然后怒气冲冲地离开了警局 谁也没想到这是一出戏 为了配合台柱将凶手引诱出来 凶手作为内鬼 如果知道他们手上有自己杀人的证据 一定会按捺不住要从龙姬手里拿过来 所以现在只需要跟着龙姬等待时机 但没想到的是 龙姬这么不争气 一不小心就被内鬼给打趴下 抢走了录音带 还没看到人家的脸 幸好他在内鬼身上留下了点痕迹 刺上了他的肋骨 送求化验 然后将台柱爸被杀那天 所有的出警人员全部都找来 让他们脱掉上衣 却没发现有人身上有伤口 突然一个寻警站出来说 那天自己没有出警 是小金的哥哥主动替自己去的 台柱立刻找到小金哥的资料 同时内鬼的血检测结果出来了 和小金哥的一致是B型血 而且血内含有链球菌 一种能够诱发脑膜炎的细菌 也会诱发肺炎和哮喘 这也是为什么录音带里会有吸入器的声音 同时脑膜炎如果不及时治疗 会出现局部性的神经障碍 所以小金哥在和台柱打招呼的时候 手部动作不自然 现在一切真相都浮出水面了 他们立刻对小金哥实施抓捕 却得知他已请假早退 家庭住址也是假的 三组立刻对小金实施全封位同级 和他同事的女警员打报告说 他见到小金哥的最后一面 时看到他和男人通话 台柱只才想起来 男人说将录音带送去声闻科检验 自己和他约好六点在市政厅见面 可现在已经七点了 三组立刻出动前往市政厅 却只看到了纳英已落在这里的皮包 和一桌子凌乱的书籍 小金哥用迷药绑走了纳英 纳英现在有危险 历史再次重演 台柱想起了在2018年的时候 自己追逐小金时 看到的那个带十字架的门 不过由于规划和改造 现在的门牌号和30年后肯定是不一样的 他只能凭借记忆一间一间的找 可房子的数量那么多 台柱也不知道具体是哪片区域 找到精辟力尽也没有得到一点线索 他再次前往市政厅 得知纳英消失前 在查询区域整合的资料 在资料中台柱发现了 十字架大门所在的区域更明的信息 台柱因为有2018年的记忆 很快就找到了那个带十字架的大门 安全地救下了纳英 他的手上被涂满了红色直接油 不过小金哥并不在这里 他和小金说自己还有事情要做 就急急忙忙地出了门 小金也不能提供任何有用的线索 同时三组调查到了小金两兄弟的老家 三年前他们本来是和姐姐爸爸生活在一起 爸爸因为残疾没法赚钱 一家人都靠姐姐打工维持生计 自从姐姐意外死亡后 家里一天不如一天 而且爸爸还常常虐待他们 小金哥便犯了一把火 将爸爸和房子一起烧了 然后带着弟弟走了三天三夜 去人城的福利院生活 台柱在对福利院住院者的调查中得知 第一名在宾馆死亡的女性 曾是这里的护工 她经常殴打病人 为他们吃安门药 然后趁他们睡着给他们化妆 这就是小金哥要杀了他的原因 他在向每一个对他不好的人复仇 下一个目标就是福利院的院长 三组立刻对其实施围堵 台柱一路追着小金哥回到了他的家 他想要回去接小金一起跑路 但是在和台柱追逐的过程中 洗入器掉到了地上 哮喘发作的小金哥没跑多远就被台柱追上了 他痛苦地打在地上 而台柱手里刚好是能够救他命的洗入器 想起自己敬爱的爸爸就死在眼前这个人的手里 台柱想要复仇 但最后他还是心软了 因为他是个正义的警察 缓过来的小金哥不明白为什么台柱要追着他不放 你这个问题就离谱 你杀了那么多人不追你追谁 人家是个警察呀 小金哥还提起了从首尔经书打电话给台柱的那个神秘男人 叫台柱不要太相信他的话 他很快就会来找台柱了 话还没说完就被科长打了一枪 这个科长真是城市不足败事有余 最讨人先局搜索了 小金哥不想被抓 选择了跳河 台柱为了救他一起跳了下去 好了 今天的剧集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了公众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做一场梦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迷妹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点 小期见了